而现在是暑假很多的小朋友 而且天气热嘛 就会跑到游泳池去玩水啊 或者是参加游泳训练班来学游泳 但是呢玩得开心 当中是不是潜藏了安全的危机 因为根据消保官调查呢 光是台北市呢 竟然就有高达六成的游泳训练班 当中的救生员跟教练不符合规定 而且有14个单位都在发振这个执照 救生员的认证呢 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这样子拿小朋友的安全开玩笑吗 让家长非常的担心 监伟说呢已经影响到了公共安全 不排除要约谈主管的单位提委会 被消保官点名不合格的这家永训班 生意丝毫不受影响 还是吸引许多家长和小朋友前来 业者不但大方让媒体拍摄 还拿出三十多张证件 就是要证明一页一切合乎规定 业者表示 诺大的50公尺长泳池 至少安排两位救生员 另外两旁的SPA池以及细水池 也各有一人看守 而永训班也合乎规定 七岁以下一名教练教五人 七到十岁十人 十岁以上十五人 只是一旁的家长还是不放心教练 一对多的教导 如果是你的小孩 那一个教练对十五个学生 如果说他有基础的话 还OK 他没有基础的话 一个对十五个 哇那真的要伤脑筋哦 学生哦 应该是五六个吧 五六个就 五六个 那超过的话会觉得 有些人好像很多 像那个安歼班带来 那好像二十几个人一个教练 这次消防官抽查北市永训班共五家 除了青年公园 没有拿出救生员教练证 仍然来国中救生员不足 大指亚健康教练证不足 不合格率竟然高达六成 连监委也看不下去 所以监察院将来调查 对于水上活动把关的相关机制 主管机关替委会有没有失职 消防官点名永训班不合规定 连监委也要调查 为民众主动把关 中日新闻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